最近两个月受到连续降雨以及高温影响 也阻碍了水稻生长 无期区种植水稻面积约300公顷 几乎每户农家水稻都出现了吊碎现象 鼓励不充实形成了空包蛋 而种植约一甲多地的王姓农友表示 在成本起涨的状况下 收成预估减少三成 也期盼中央能够尽力协助补助 农友喊口号希望中央政府能够补助灾损 眼看水稻下个月初就要收割 但先前受到连续降雨跟突然的高温影响 大片水稻的鼓励外表呈现干枯反白 一剥开里头没有结成白米成了空包蛋 也让农友是感到相当无奈 在五六月的时候 煤雨巨沉造成我们田区水稻 在栽培上有发生一些倒热病的情形 那引起的有一些水中有空炮弹 生技有差太多 这就是问题 每天都去 盖到盖没有 以前是盖 两千块 我们今年盖没有清洗军 农友会炒油要去百分之二百 农友会去百分之五十 或去百分之十 随着农药殃苗等成本涨价之下 农友保守估计 一分地得多花一千多块成本 这一次加上天灾影响水稻染上倒热病 全成了空包蛋 尽管水稻保险有理赔 不过是在各乡镇市区 平均产量减产超过两成情况下 才能够获得补偿 这次他说有保险 有损失百分之二十 才不保 我是感觉说是不是很短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空包蛋的情形 是整个无需区的农田 都几乎都有这样的状况 这两年也配合政府在推水稻收入保险 所以我们非常的 呼吁我们这些农友 能够赶快来加入这个水稻的一个收入保险 到时候如果 这个水稻的一个收成 如果低于我们的基准量 大概有两成的左右 这样子的一个基准量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理赔 每一公顷是可以补助到一万八 农友表示在万物起涨的情况下 希望中央能够降低理赔标准 让辛苦一年的农友能够稳定收益 而农会也呼吁尚未申请保险的农友 务必在24日以前申报 一例获得理赔 记者浪威台中采访报导